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个人的感触很深刻 就是我们生活在那个环境当中 我们形成了一些观念和看法之后 我们很难改变 这样的说法在不同期的节目当中 一直跟大家解释过 但是又总是有更新的朋友来看我们的节目 同样又再次带来类似的观点和看法 正像我解释的 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生活背景 生活环境 我们在国内的体制之下 被塑造的一些看问题的方式方法 其实在来到正常一个社会当中 它是有冲突的 是不对的 我解释过最典型的说法 就是说我自己来到海外 我看报纸广告 我不相信 原因很简单 在国内如果你敢信报纸广告 你就跟那屹立神似的 我想说的意思 在报纸上登的你一定不能信 那是党的语言 那是经过中宣部宣传的 正是这个环境给我们形成了一个错误的观念和生活理念 这个理念在中国 在今天的党国之下是千真万确的 来到正常的社会就是错误 所以当我们又不能改变自己的这种环境和观念的时候 我们因为在中国成功过 利用这个观念 利用看问题的方式方法 所以就把这曾经成功过的经验 搬到了海外来 看待周边的一切 结果就错了 你比如说对六四的看法 对法轮功的看法 有的朋友讲说 石涛 你肯定做这节目挣钱了 你没有钱 你能替人家说话吗 你以为一切的东西都能被钱买了吗 告诉你一句老话 有价就没用了 你用钱买下来的就是有问题的 只要有价就不珍贵了 而什么东西无价 人们精神层面的东西是无价 当一个人 当一群人 当更多的人 他愿意为他自己真正的理想的一面 真正认同的一面 人性的一面 去付出的时候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只能对这些人瞠目结舌 所以还是劝大家 当你落笔的时候 想说点什么的时候 自个儿问问自个儿 因为自个儿好歹是个人 翻墙出来 或者说来到了自由的社会当中 你体会到这一个正常的社会人 应该有的尊严 尊重自己 尊重别人 尊重周围的一切 这是人性的一部分 如果换个角度上说 这也算是一个道德的底线 15号 是胡耀邦死去的日子 忌日 那在这一天 网上有很多评论文章 也对比现今的状况 有人就把它对比今天的温家宝的处境 有篇文章 这么说的 这篇文章实际是法广的文章 文章题目叫做 胡耀邦忌日的温家宝阳光 4月15号是胡耀邦的忌日 而4月16号呢 温家宝在求实杂志 党的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 提到阳光的说法 温家宝在求实杂志里面的文章的题目叫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但他没提到什么阳光 什么样的权力 怎么样的运行 所以文章接着讲说 在这特别的日子里面 温家宝写了这篇文章 让人感觉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中国当下处在薄熙来 重庆事变的政治漩涡之中 这个时候一心只有人民 而不是只有党 更不是一心只有自己的 胡耀邦之人 知魂知精神 更加令人怀念 并让那些只想把平稳过渡 最高权力当作药物的中共接班人汉言 这话说的就很直接了 其实这话说的也点到了实处 点到了实处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薄熙来下来了 整个事情呢 在英美都不得不参与的背景之下呢 曝光于天下 那就意识到一个问题 所有人都在讨论 这实际是共产党独裁体制所造成的 随着真相的披露 那就向胡锦涛温家宝提出了一个要求 将如何面对未来 将如何引导中国人 中华民族 在十几亿的中国人 在今天的政治动荡当中 平稳地过渡到真正的人性社会去 这对整个民族是很关键的 文章提到说 温家宝写了篇文章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他就提到说 恰恰是在这个时间 把这篇文章拿出来 这难道不是温家宝 对胡耀邦精神财富的 一种特有的纪念吗 应该是这样 不仅仅是今年 过去的时间里 温家宝做过类似的事情 文章接着说 23年谈指一挥间 阳光已经被人广泛的滥用了 但中国人却距离 政治开明的阳光越来越远 人为压制政治改革进程 使中国的权力始终停留在 一党专制的这种阴影之下 这个巨大的阴影 将中国政治隔离于普世价值之外 为了愚弄老百姓 中共的政治精英们 创造了一整套 鸡同鸭讲的 所谓中国特色的政治与会和理论 而王立军和薄熙来的重庆事变 戏剧性的将今天中共当局 这种专制的这种阴影下的 盛世辉煌 所包含的一切见不得人的家仇 给摆在了 或者说曝光于世界面前 他相信这是法语 翻译过来的 所以听着有点别扭 就很简单 就是今天 王立军薄熙来的事件 把今天真正暴露的是 中共独裁体制 这种独裁体制的阴影 这种独裁体制之下的 盛世大国崛起的谎言 让每一个人都看到他 丑陋的一面 真实的一面 那作为胡锦涛温家宝 你有责任在这个时候 能够停止住共产党 一党独裁的体制 把真相还给老百姓 把真相还给世人 还给每一个人 这样当真相还给每一个人的时候 就是对每一个普通中国人 真正的人性尊严 道德一面的这种维护 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 道德的底线 我们能看到道德的底线 我们就能够有机会知道 到底什么是道德 文章的最后 他是这么讲的 针对这个温家宝的这篇文章而言 他就觉得有点老生常谈 这种老生常谈 如果对比3月14号 他那20分钟的慷慨陈词而言 就显得这篇文章很弱了 但是无论怎么讲 他说在现今的情况下 这种局面下 作为温家宝 本可一言不发 但是他确实从总理的角度 提出了再次谈套了反腐畅联 这是一种如同胡耀邦式的 那种背腔的施政理想主义 也表达了一种 寄希望于人民的这种信念 说到底 就是一个国家的人民 才有权选择自己的政治制度 而更文明公平的制度本身 总是吸引人的 说的比较绕口 其实他就提到 温家宝在这篇文章里 他觉得没有看到更高的期望 但是无论怎么样 温家宝在释出在做着什么 我个人的感觉呢 就是说现在所有的人 稍微明白的人都知道 目前对于中国是一个契机 对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个契机 那这篇文章里也提到 作为普通的中国人 你自己也应该把握到 现在是抛弃共产党本身的时候 最佳的时候 无论你从精神的层面 从实际的层面 都应该抛弃的 提到精神的层面呢 就提到一个退党的问题 我们知道 自从九平共产党出来之后 在海外 在国内都掀起了退党 退团 退队的这种热潮 形成了一个很强的能量的一种场 这种势力 这种场 是我们肉眼看不到 但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的身灵 我们善良的一面 都能感触到他的力量 同样 想维护这个体制的人 那些不好的人 也同样感受到 你从内心中发出的这个正念 这种纯正的人性的念头的 那种纯正的力量 邪无压正 一定是这样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